全台區域停電跳電 停電上檢 各界質疑到底缺不缺電 在生能源的發電量 從2016年到現在增加了將近六倍 我們的能源到2030年 都沒有缺電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但不認缺電還跨口到2030年 都公典無虞 但顯然在野黨並不怎麼認為 挺耐心的誠實面對 台灣缺電的危機 大家內心都知道應該怎麼處理 過去該檢討的趕快檢討 電總經理警告 若是明年綠電沒達標 恐怕未來八成電力 都得靠火力發電 而專家就擔心 屆時不但用費發電 電價還要持續飆漲 核三一號機就要除疫了 火力發電的比例在未來 一定會越來越高 空污的情況沒有辦法獲得改善 甚至連發電成本都沒有辦法降低 因為現在國際燃料的價格 還持續在高檔 專家呼籲想避免缺電噩夢上檢 核電廠延遺實在必行 歐盟都把核電納入綠能 而美國智本也讓核電廠 延遺60到80年 民進黨要把核電當成洪水猛獸嗎